这一生迹想 想多少人的生命瞬间就消失掉了 也看到了台湾真的是以爱为宝 很多人爱心地动员起来 希望我们大家以虔诚的心来为他们祈祷 更期待人人的心平安 平息这样的情话 让人人善解这一类心 让人人心平气和 来面对这一次的经济一样 人生无常在瞬间 我们要好好地把握 平安的时刻时时念感恩 有了感恩心 要对人人有尊重的心 发挥人心大爱的良能 真的非常的不舍 也是很无奈 希望我们的能心调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